酒精洗手的效果居然是這樣 實驗告訴你最有效的洗手方法 如果你不想要錯過 懷孕、育兒、親子相關的資訊 要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 讓我們陪伴孩子一同成長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川葉希媽媽 婉玲 最近因為疫情的關係 想必大家都會隨身攜帶酒精 在我們的媽媽包裡面 我們知道最有效的洗手方式 就是用肥皂搭配正確的洗手方法 但是很多人還是只習慣用酒精消毒 這兩種的差別到底差了多少呢 我們用吐司測試這兩種洗手的方法 那我們一起來看看這個測試的狀況吧 我們做的實驗分別是 沒洗手、用酒精洗手、肥皂搭配正確洗手的方式 還有一組是沒有碰過的吐司來當作對照組喔 我們用的吐司是從麵包店買的 沒有加防腐劑 大概三天之後就會有發霉的狀況 你知道嗎 我們一開始是在某知名超商買吐司 它標示保存極限三天 我們那時候以為是沒有犯防腐劑 但是它居然可以連續 兩個多禮拜都沒有發霉的狀況 所以建議媽媽們 我們要買吐司 還是到一般的麵包店買 會比較安心喔 實驗1沒有洗手的吐司 首先用沒有洗手的手 均勻的撫摸吐司 實驗2酒精消毒 首先手背呢 我們一邊各噴上下然後搓一搓 等酒精揮發的差不多之後 我們再來摸吐司 實驗3 肥皂加正確洗手的方式 那我們之前有拍過禁止翻譯的影片 所以我們這邊沒有特別拍正確洗手的完整方法 還沒有看過的話可以先去看一下喔 最後是沒有碰過的吐司 我們直接用夾鏈袋裝起來 我們這個實驗總共做了3個禮拜 首先先來看看第一個禮拜的吐司變化吧 發霉狀況沒碰過小魚肥皂 小魚酒精 小魚沒有洗手 雖然呢我們仔細看啊 酒精和沒有洗手的效果 其實啊是差不多的 那我們再繼續看看後續的狀況吧 實驗第二週 發霉狀況 肥皂小魚沒碰過 小魚未洗手 小魚酒精 第三個禮拜啊 幾乎整塊吐司都發霉了 要做這個實驗啊 其實我們心臟要比較大顆一點喔 沒有想到說吐司放這樣的時間啊 發霉狀況會這麼的嚴重 但是啊 可以很明顯看到沒有碰過的發霉程度是最少的 而酒精呢這一塊發霉的程度啊 一樣比肥皂還要多喔 實驗結果呢 用肥皂洗手啊 真的是非常有效的方法 和酒精來比的話啊 真的差的還蠻大的 另外啊 只用酒精和沒有洗手的效果啊 老實說啊是落差不多的 這個實驗之後呢 告訴我們啊 要正確的方法用肥皂洗手 這樣我們以後也不太敢偷懶了 如果你覺得啊 一定要用酒精消毒 才會安心的話 那建議大家在吃飯之前呢 一定要用肥皂正確消毒之後呢 我們再用酒精做二次消毒喔 另外呢 提醒大家啊 我們從外面回來的時候啊 尤其家裡有小朋友 我們一定要先把衣服換掉 然後用肥皂正確洗手 抱小孩之前呢 我們還會再用酒精消毒一次 心情 今天的影片呢是要再次提醒大家用肥皂正確洗手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 那洗手舞你們喜歡嗎 那我們大家一起來跳一跳吧 哥哥的媽媽你每天的洗手頻率有多少呢 1回家之後就會洗手 2打完大眾運輸工具之後會洗手 或者是3吃東西之前會洗手 或者是以上你都有呢 可以在下方用複選的方式告訴我們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然後記得開啟小鈴鐺 這樣子你才不會錯過任何精彩的影片喔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囉 掰掰 最簡單的我們先提供大家十倍粥的做法 我們家的香香和琪琪經常四個月囉 所以我們已經開始讓他吃十倍粥了 所謂的十倍八倍五倍粥呢 就是所謂的米他 那我們是依照水和米的比例做調整的 那我們必須要依照寶寶他進食的狀況 做稍微的調整 接下來就跟我們一起來做十倍粥吧